来到双方的决赛第一场比赛 地图是AZ亚马逊 出来地图1点钟方向 蓝色的暗夜精灵 是来自韩国VS战队的梦 而出来地图7点钟方向 红色的暗夜精灵 是来自中国战队LP的Colorful 好 那彩色之前翻掉的那张AL 其实有一个就是说可能会有 装备不好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么对蝶这种英雄来说呢 可能是不太适合 而彩色应该是更趋近于是 如果说是不论打几盘 他都要考虑用这个恶魔猎手手法 我的这个选手 所以的话他把那张图搬掉了 而莫文的话可能会在这个 这边的话也是恶魔猎手 莫文是有可能会有变化的一个情况 那在首场的话 看来目前大家在第一场 都是非常的求稳 选择还是比较传统的DH手法 并没有选择说放一放战术什么的 这张地图毕竟来说 还是太基本的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空间 只有在熊在趴下来之后有空头的机会 所以的话如果说是想要这个搞脑子的话 那首发上面就可以显示出来 如果是迭去的话 那应该是先拼基本功 而且刚才的话呢我们在这个比赛 第二场半决赛结束之后的话 是给了30分钟的一个休息时间 所以的话对于彩色刚才 这个跟另熬战五盘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缓和 所以阿姆这次的话 因为也是一小组第一的一个出现 是来到了上半区当中 不像之前的话 他一直会有一个下半区的体力消耗的魔种 这次也是休息的比较好 刚才彩色有点失误啊 不小心 诶 不大家小精灵都没了 好那就扯 你来我往 对你来我往 这个精灵从 变得都不是特别的痛快 嗯 好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的宝物我们看一下 别一模一样啊 还是木这边的话 有一个免三稍微优势那么一些些 对 但是差不了太多 对 差不了太多 要要到装备多起来之后 这一个小剑可能会有较大的影响 是电影的话第一时间过来 五三三树人这边看一下 下一个宝物 彩色这边的话是 呃没有没有停啊 停了停了停了 应该是21人口科技的 而木那边的话好像是慢一点啊 我看到这边的话木的这个 木现在才是升了 那么前期电击的一个节奏 会比彩色稍微快一点 已经事先雕折了五三三那个宝物了 这个两个有点区别 这个有可能会影响到 二本抢那家的一个节奏 就是双方的一个 升本的速度的话 因为木是多点了一个AC 所以他慢了一点点 彩色的话是这个 27人口的一个 算是比较极限的科技了 对 但这样也导致就是彩色这边的一个链级啊 是往对面一手 那些多一个 是的 但是这 这个地方这个大怪 收掉 收完就走 那样两组 侧翼的五三三的话 都是落入到了木的一个手中 而且木木敏六了 就是已经是 两个敏三 散装 对散装敏六 这边小精灵卡一下 很想 但是没有卡死 这个AC还是能够回到家 喝到水 没关系 就现在这个状态的话 呃 但是我还紧续 我感觉不够喝 而且彩色是 应该是买了个头环 所以这个头环 再前期的提升也很大 虽然说看起来好像对面散装敏流 但是自己有了头环 像自己身上的装备 也是一个不差的一个起手 彩色就是我两个点没有强到的话 就直接去了两个商店 一边买了一个头环 一边买了一个鞋 用金钱改变人生 对 买鞋是之前彩色某一个版本当中的 一个比较喜欢的状态 但现在的话呢 它又开始求变了 上面的话这边也是余生 其实 尝一下 对 哎 这个没办法 其实还不如不动 因为这个照明的时间特别短 还不如不动 好 这边也是同样 能喝水 这里不一样 团教的部队正遭到攻击 上面的话有一口新鲜的锦 好 又喝到 这个好像是砍不死的 要50啊 再50就有点多了 而且旁边那口锦还没有喝干掉 对啊 可能再拖一会 这下的话 彩色可能考虑去切小精灵吧 哎呦 这个小精灵一直在 一直在晃 左右横跳 哎 听说你想切我 气不气 我已经超咪咪的 因为他已经提前练了两个点以后的话 再练一个小点就到三了 在整个等级方面的话 让彩色一头 哎 但是大家几乎差不多同时 但是彩色是先买的 有可能要一解定绿了 两边都各自落开 还好 现在毕竟还没有那最后的一根稻草 让木这边有一个三级的优势 哎呦 但是我感觉这波齐连怎么办 就现在这 AC数量的话还是月晨这边比较多 对啊 现在 现在我觉得木可以回去 那个什么 买一个 买 喝完 喝完水 然后买个单船往前走 都是可以的 买防目机了 那对面那个防目机 对面那个防目机有没有抢到 他应该去过了 想去 直接爆掉 这个防目机很关键 因为这个防目机如果说过去的话 等于说是现在是个熊的一个输出 已经小精灵拉过来了 就是要给你打一波这波节奏了 这个防目机就是用小精灵来修啊 是 有木这边手手感非常好 一倍点瞬间隐身 还继续往你加里齐 这个谈兵点打出来 虽然手发的不是碰 但是还是打了一个中心的节奏 嗯 一位玩家的部队一众基地 遭到围攻 好那么现在这边的话 是这这一波直接是要怼到脸上 看一下是不是造个商店 因为对方是在升三本 看一个 这个可能是 很难守啊 因为他ac很少 然后又是白天 又没有办法回 回血 也没有办法回井水 果然造个商店 这个这里只要能买到血瓶 这波就打下来了 对关键是他的一个英雄 被这个ac人强给隔离开了 嗯 他他他得绕到左边才能回来 在这样子的话 这个比亚门把被拍掉的情况下 他这整个 基座只能就是他左边的英雄 都是怂在家里的 然后右边的话 现在有点难 有个比P 但是这个比P可以忽略掉 因为主要现在的目标 是围点打员 就是想把对方的这个部队切切掉 然后这个局面的话 哎我觉得焦灼的时候可能会买炸弹人 因为现在天亮了 可以买了 哎站起来了 站起来都点你一轮了 这肯定得先砍一轮再说 就是说小精灵一边是 五个小精灵围着防腐 这边是两个小精灵围着BP 彩色中了两个BP 里面那一颗 哎呦这边还是被切掉 这根稻草没想到说骂加亚 彩色这边是双鸡吗 如果是双鸡的话 不是 它还是会被吃一轮 那家兵舰也怼上 哎呦 有家不能回啊 坏了 坏了坏了坏了 家里水也会干了 是的 那这个这把大事也去了 因为现在这里的话 已经是没有空间了 这还赶回来 直接带你走了 然后水晶全部压完 人口也没有 一位玩家的部队 正遭到攻击 炸弹人 直到会来 你看到没有 这东西直到会来 因为这种情况 肯定是要买炸弹人的 好的 那我们这边的话 也是恭喜Moon 这边假装出DH 然后 但是实际 还是打一波中期的节奏 其实Moon这把 也是一个比较 比较微弱的搞心态 就是在买了这个防腐机 确认对方 不知道自己买防腐机的 一个情况下 是拖了很多的小精灵 加上防腐机的一个往前走 然后顺时的一波压制 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彩色前期的 AC数量比较少 他认为对方跟自己是贫雄 对 所以他自己走一个3AC的路线 然后是直接是被对方 让那个67AC直接是压到脸上 那就是没办法了 而且那种情况下 这两个BP其实作为一个 固定的一个防御公式 其实是不够用的 虽然说你说他能爬 但是他爬的实在也是太慢 太不灵活了 那最终的话这个防腐机 在六个小精灵的维修之下 是不可能掉的 所以的话是直接是破开了 而且叠去也是回不来了 对 也是看到这个 MUN前期可能还是 他有做AB两个方案 但是直到他在那一个533 就是两个点都抢完之后 他就发现 你的AC数量是不是不太对劲 你已经就走一个风险跳格子 那我就刚好可以走一波Rod的 这个时间 就MUN这边还是有一定的保底 但也是有虚晃一枪的感觉 所以让你觉得说 我跟你要去拼凶 对这个我觉得之前的彩色 跟MUN打了几轮之后 但是我觉得像这里 都不能够完全暴露 他的一个进攻的心态 直至到防腐机出来之后才是的 因为你看照一下看到5AC 那也正常 5AC速熊 5AC走熊 也是一个稳妥型的 出熊的一个防腐 但是直到这个正面 忽然发现 防腐机后面跟着五个小精灵 这个时候才是6AC 然后冲到家里面把大家一杀 这都已经是最后阶段了 是 就是最终一个炸弹人 是只是击碎你最后的信心而已 这个炸弹人只不过是 让你鸡鸡的更快一些 但那个局面的话 已经是他的英雄 有家不能回 水井全干掉 人口被压制 全方面的一个崩盘了 是的 所以就这个局而言 我觉得来说 孟温是应该是延续了 之前打彩色的那个经验 就是说连续战胜 多次彩色之后 他觉得跟彩色拼熊 不是上上策 而是这个 建议局经典的台词 不要跟他拼拳 尝试切他中路 就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你跟他拼拳 肯定是占不到什么好处 但是如果说是跟他去搞搞脑子 然后或者是切他要害 才能有更好的一个收益 是的 因为孟和彩色以往的交程里面 就是如果是贫穷的话 两边真的不是很好说 但是我们今天看来 孟整体的一个变化的灵活性 还有机会的把握性 在这方面 他的跃身的一些灵性的操作 就是需要彩色去慢慢去 把自己的知识储备库 渐渐扩大的 是的 那我觉得彩色应该是 但彩色其实我觉得很难求变的 因为他毕竟是手里 拿着自己比较稳的开局 而且刚才他会觉得 自己只是没有 很好地去侦查到 对方的开局的转型方向 那么后面的一个方向 可能还是会考虑到 如果说是自己能够转出 中期的一个防守 我觉得还是会更好一些